9月5日,有媒体发文称,董洁与神秘男同居,疑似有了新衣靠,随后一组图片曝光,不过根据衣服来判断应该是冬天,据悉当时网友在北京某小区地下停车场内偶遇董洁和其助理,在下车后董洁和助理提着行李箱一同进入私家车库后上楼回家。 第二天,董洁又再次出现在地下车库,随后和助理一同赶往机场,在办理登记手续后,董洁独自一人进入安检区离开北京,助理未有同行,不过在他离开北京的当天下午,他的私家车库中又再次驶出一辆白色越野车。 这辆越野车一路行驶到某商场门口,随后从驾驶座上下来一位戴着黑矿眼镜的神秘男子,手里还捧着一大堆衣服似乎要送去干洗店进行清洁,随后他又驾车离开赶往另一家商场与朋友一起聚餐。 吃完饭后,神秘男子乘上座驾离开商场,行驶目的地又是董洁小区,在驶入地下车库后,该男子静止将车开入董洁的私人车库,随后下车离开虽然该男子未有与董洁在一起的亲密同矿照,但在董洁离开北京后还能入住他家,想必两人也是关系匪浅。 有网友猜测莫菲这名男子是董洁的新男友。